近日 国外服装企业HM集团被曝光发布声明抵制新疆棉花产品引发众怒 3月25号 记者来到位于北京西单大跃城的一家HM实体店进行探访 当天 这家HM实体店仍在正常营业 门口也未贴出任何相关告示 午饭时分 尽管有零星顾客来店内光顾 但据记者观察 近半小时的时间里HM店一层的收银台无一人结账购物 新疆常熔棉 世界顶级 做衣被暖和透气舒适 常年供不应求 对于新疆棉花产品 民众在受访时都普遍表达了支持的态度 家里边做棉被的时候一直都是用的 说新疆棉花是最好的 一直用最好的棉花 我去过新疆 我觉得从今天抖音还有快转也说了 新疆的共交产量是不足的 国内都缺口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新疆棉花还是很不错的 做衣服还是什么的都是挺好的 质量很好 肘感也很好 我觉得新疆是祖国的一个富饶之地 那边又是很纯天然 无污染 所以我相信新疆的无论是食品还是棉花 肯定是中国品质最好的产品 当新疆棉花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 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时 也有民众建议这是一个宣传新疆棉花的时机 应借此将其注册为品牌进行推广 我觉得倒是可以借这机会把这新疆棉花变成中国的一个品牌式的那种 我看网上说 不是很多明星都准发支持新疆棉花吗 就这新疆棉花这几个字就可以变成它的商标 就像中国制造一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